大家好, 何大蜜一號投資者 5月到4日, 市場開始開始 5月第一次交易日, 已經跌了1000點 現在跌1000點很閒, 因為整個4月 1000點和商品價格等期貨 暢數落落幅度之大, 前所未有 所以今天一千幾百點, 收拾稅 4月回股下, 最重要的是 風險和波幅是非常大的, 仍然很大 而且市場上充滿創作力量和幻想 很多想不到的事情都發生了 所以4月是很特別的 如果是整個4月來的, 如果你只是起床了兩天 4月1號和5月1號, 發覺這個世界都不是很特別的 美國升了十幾%, 十二、十三個 英國升了六點幾%, 恆生始祖升了四點幾% 上海也升了四點幾% 這個世界沒有怎樣變 但中間的波幅, 特別是商品價格 好像油價等等那些 其實匯率、利率方面 債券市場也是波幅非常大的 整個4月基本上是波幅月 就算升幅或跌幅不誇張 波幅也嚇死你 波幅基本上是殺人武器 不是升幅或跌幅 而今次這個波幅, 不是波幅 波幅, 波幅有兩點可以說 第一, 波幅仍然是非常之高 看看那個恐慌指數VIX 講美國市, S&P 在大跌市那幾天就很厲害 八十幾點, 82.69 相當之高 八十幾點是屬於塌市的規模 非常之厲害 接著一直跌, 市場跌了超過兩成 跌了超過兩成, 技術上就是熊市 但很快脫, 快到你不相信 由牛市, 熊市變回牛市 又升上20% 不過過去這個月, 波幅的指數 是從來沒有跌過下來 即是說從來沒有平穩過 只不過是收窄了 原本八十幾點, 現在是四十幾點 其實四十點本身都是非常之高的波幅 如果標準普爾的話 在高位3386跌下來的話 如果低於2700左右 仍然是屬於熊市 不過現在是升上來 升上來升多多呢 又不是多很多 總之它跌到2700以下 其實又變回熊市 有多難呢? 因為現在的恐慌指數 才是正確率分數 已經是40% 接近40% 意思是說 未來30天內 隨時隨地 那個波幅是可以向上或下 40% 所以究竟牛線和熊市 暫時都未定 第二項值得注意 就是你看圖表 看到所有大市的股票指數 包括美國、英國、日本、香港 這些互相關聯 即貨幣流通 互通有無的地方 它們的指數都是一個 即是說去到二月的時候 2020年二月 忽然間跌下來 原本的上升軌很似 但忽然間跌下來之後 又跌上去 這個當然跟舊市的活動有關係 亦都大家會有個聯想 就是會不會跌下來的 現在上去 原本跌下來的股票可以買得回 或者資產的表現會好 跟以前一樣 這兩件事來講 Structural Break的意思 就是說 整個結構 整個市場結構改變了 現在升的東西 未必是以前跌的東西 以前升的東西 也未必現在跌的東西 可能跌了之後 不會升上去 你見到指數上升 其他東西升上去都不一定 所以你不要只看指數 以為自己曾經輸過的東西 可以放回錢下去 兩件事來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股票你當作是一個生態市場 一個生態市場裡面 有不同的公司 從事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經濟活動 指數只是一個籠統的指數 講整體的表現 在這個資訊年代 你要知道 現在已經改變了 這個世界 不是以前這樣 你一上班都不在寫字樓 是今天開始 有些公務員會需要上班 大家都忽然覺得 其實為什麼要上班 工作的環境、習慣 以及生產 或者經濟的模式 其實從兩個以前已經很不同 大家習慣了 原來開會是不需要面對面的 握手不需要面對面握手 其實不握手最好 所以很多的商業運作 其實經過這幾個月之後 忽然間改變了 其實都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有些東西要改變的時候 慢慢變 就不及你忽然間變得那麼好 整個經濟的經濟 整個經濟這幾個月完全閉上了 變得差不多是關機 關機之後重啟 就是重啟的過程 一個重啟的過程 就未必是壞事 特別你用電腦用得多 你就知道 電腦壞了要重啟 重啟的 重啟的東西 佔用你的資源很多 電腦資源 因為重啟的過程 就可以取消了那些 從來沒有用 或者很少用的東西 從而令你的系統比較有效率 現在呢 就像 像什麼呢 就是像一個經濟的 好像一個人 如果引人去比較 就像一個早餐的過程 餓你一天 一個星期餓你一天 原來餓你一天 對你健康是好的 有個日本的醫學教授 拿了陸貝爾獎 如果你餓一個人 餓他一天 一個星期餓一天 就叫早餐 早餐就不是食物 早餐 有機會吃的 不過就專門不吃東西 其實對健康會好 其實 這個日本的教授 這個科學家 大月亮典 因為這樣獲得六個月獎 身體裏面很多的細胞 特別是壞的細胞 其實佔用了很多資源 細胞本身都用資源 那些營養等等 如果它是壞的 本身 特別是癌細胞 那些 好了 在餓的時候 你就長不大了 有些T細胞 將它回收 變成其他細胞的燃料 和食物 其實對健康更好些 這個是生物的發生過程 如果是經濟發生過程 其實很多不必要的經濟活動 就會因此而重新考慮 大家是否需要些什麼 是否需要每個星期 要去一次喝酒 是否需要一些工作 基本上不需要上班 你又要租一個很貴的寫字樓 很多事情要大家重新考慮 如果這個想法成立的話 我們今次全世界經濟的停擺 令到大家重新思考 重新重新重新 看看有什麼重要的環節 我們可以重啟 不重要的環節 無謂的旅行 令到空氣污染了 天空又穿了個臭洋孔 現在不如大家不要去那麼多無謂旅行 在家裏和家人一起聊天 吃飯 煮些東西 買了麵包回來煮麵包 都好 過日印都好 不一定需要 條條萬里地走去 泰國人 去歐洲 去泰國旅行 渡假 這樣與此同時 令到大家 會覺得有些行業 的運作模式 會在這樣的改變之下 可能變得不可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譬如說有些行業 是要有這些無謂的消費 去支持 整個行業 才能運作到 例如說航空業 航空業 很多人旅行 很多人是無謂旅行的 有些人聽說 明明在英國住 專門買家去西班牙 因為便宜一點 坐廉航 上班 其實都行得通 有些這樣的事 用了很多資源 去航空業 其實航空業 是要靠這些無謂的旅行 加起來 才能支援到 基本的資源 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沒有人 再去德國 參加這個十月幾天首節 原來因為這樣的緣故 德國的工程師 和物件、零件 就不能空運來香港了 如果有這樣的事發生 你會想到 其實我們的航空業 以及它的價格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需要這樣 大家想不到的 餘閒消費 才能支援這個行業 才能幫助我們做事 其實是否應該 我們要考慮清楚 所以 古臣北斐特 他最近說 投資了在這個航空業 其實是不生的錯誤之一 這句話 大家都應該很了解 看看香港上市的航空股票 過去一段時間 相對於過去一年 相對於過去一年 跌了三至五成不等 都仍然有股價 不會負數 負數 負數的東西 我們都很少預計到 和航空業 基本上 在現在的 資產模式 現在的營運模式 是成功的 是不行的 不能繼續運作 例如南方航空 全國最大的 我認為搞得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 他飛天的工程 大概有一萬人 不小的 你可以看到旁邊的表 就是他現在飛國外航線 新的五月份的行程 基本上 歐洲只有三個城市 亞洲等等 東南亞 全部都是一個星期一班 一個星期維持一班 一個星期之後 一班來和一班回 如果你要去日本韓國玩 還要轉機 要去瀋陽轉機 即是沒有直飛的 廣州 你可以想到 南方航空作為一間 這麼大的航空公司 都要搞成這樣 在一些細小小 連航那些 基本上 飛機在地下 的機會高於天 全球來講 估計 那個叫做 等等 餘限率是90%至97%不等 歐洲其中一間最大航空公司 英航 British Airways 還彌補 它說94%的運作率已經停擺 現在有可能要剪工作 要炒人 炒多少呢 炒一萬二千人左右 另外南非航空 南非航空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跟它的工會一直有訴訟 訴訟 訴訟 只有兩訴訟 公會告公司 但公司想想一下 現在就好了 大家沒有生意 好,撿軌了它 他現在是打算 直接撿了一間航空公司 南非航空 然後另外再開一間 代替了南非航空 不知道 可能叫做新南非航空 都不定 取代了 但是所有事情都要由頭再認證過 航空也要申請過等等 我想他們不介意 反正都沒有什麼客人 沒有什麼貨幣 就慢慢重頭做起 那場官司應該就輸定了 所以既然來看 應該很論盡 整個航空業最大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的疫情世衛 又建議他們要隔位坐 三個位置 在中間那個人不准賣 這樣就導致利息計數就知道 三個位置有一個不准賣 沒有什麼所謂 總之三個位置不准賣 一個等於你最高營運率 低效率是66% 如果敗了票 坐滿的話是66% 但是根據現在的各大航空公司的情況 運作得好的公司 要75%才可以 打和 如果是廉航 那些蠻小小的公司 要80%多的低效率 才叫做打和 要坐到九成 或者要坐到爆棚 那樣才可以有錢賺 當然現在不是說賺錢 而是能不能生存 所以如果低效率降到66% 大家不准坐中間的位置 基本上航空公司就沒有理由去開任何航班 現在唯一理由去維持的航班 除了貨運之外 簽了合約的東西一定要開 沒辦法 另一個原因就是要養著飛機和機師 機師的訓練 你不可以不讓他飛 他不飛的話 他又要重新進入那個操控器 操控器不是很多 比飛機少 所以現在一班機 原本兩個飛機師搞得好 可能派四個上去 兩個負責起飛 兩個負責降落 即是機師有些活動 避免牠們的牌照出問題 萬一牌照出問題 要復飛的時候 忽然間需求大起上來 那你就真的有機師都沒有用 因為牠沒有牌照 其實現在所謂的救市政策等等 派錢 不是派錢令大家開心些 也不會有通貨膨脹的任何影響 不會的 不會有通貨膨脹的影響 因為現在這筆錢其實是要保留 所有的生產資源 包括機器 人手 其實普通的勞工都需要這筆錢 才可以維持到 你想想任何一個廚師 或者是他在找工作 在做一件事 就算是做一個警察也好 不需要特別技能 只要那個人沒有了一份工 他要重新找那份工 重新適應 投入 令到他有收入 這個過程叫做 Employment Attraction 這是一個很貴的過程 如果那個人因為這個疫情的短暫緣故 沒有了份工 甚至沒有了一間公司 那就糟了 要找那份工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那份工本上都可能不在 對社會的壓力很大 就由資源變成一個負擔 這個是所有的 所謂的從政者 公共財務人士 需要考慮的政策 保持現金 大家要保持洗手 那些防疫的做足 因為疫情尚未退卻 大家仍需努力 自己家裏煮食 休息一下 好嗎 下個意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